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这是很多男人挂在嘴边的话 其实他们不明白 你认识的人有很多 但是有几个能帮到你的 什么叫牛逼的人 牛逼的人不是你认识多少人 而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有多少人还能认识你 当你遇到困难需要钱的时候 能拿出二百的是你的邻居 能拿出两千的是你的朋友 能拿出五千的是你的知己 能拿出两万的 他不一定是你的亲戚 对于兄弟 对于友谊 一句真理 整天给你吃吃喝喝的人 关键时候这一人不一定能帮你 请上天花不一定是真情意 雪中送炭 才是最可贵 交朋友交的是质量 而不是数量 土豆拉一车 不如夜明珠一颗 我有一个苹果分给你一半 这是友情 我咬了一口生涯的全给你 这是爱情 我一点没吃全部给你 这是你的父母 我把苹果藏起来了 告诉你们 我也饿了 这就是社会 一个男人只有穷一次 才知道哪个女人真正的爱你 一个女人只有丑一次 才会知道哪个男人最离不开你 人只有落魄一次 才知道谁对你是真的 谁对你是假的 陪伴 不是因为你有钱我才追随真心 也不是因为你漂亮我才关注 时间留下的不是财物 不是漂亮也不是美丽 而是真心实意 兄弟就是她的女人 我没动过 她的父母我看得眼里 她的困难我帮助过 她的哥们我没有护理过 她的感受问题来过 她的工作我没有责备过 她的想法我永远支持 无论对于错 兄弟就是你的桌子上放了一搭钱 和一盘瓜子 回来的时候发现钱还在 瓜子只剩下了两个人 兄弟是什么 兄弟就是拉着你彻夜长难 害得你第二天请假的那个人 兄弟就是一起吃饭抢了买单 但是他最后不一定掏钱的那个人 兄弟就是我不困 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 还会陪你再吃一顿的人 兄弟就是别人都在供问你的时候 唯一一个敢变成涂涂泼 你愣睡的那个人 兄弟就是扭难了 敢为一两肋插刀的人 兄弟就是 在你喝多了图乎的时候 不觉得尴尬的那个人 兄弟就是 听了我刚刚说的话 一滴一个想起的人 感谢我生命中帮不过我的兄弟 愿所有的朋友 珍惜你眼前所珍惜你的兄弟 别等失去后悔莫及 你们好 我是美西都督